嗨,新年快到了 现在我来到了青安村 来品尝一下青安村推出的新年素食火锅 哇,你看一下 在我面前有好多好多料 这个是有金样豆腐 有素食蛋白 有饺子 而且这个饺子我们有三盒 还有新鲜的蔬菜 还有青安村自己餐园子里种的蔬菜 那青安村呢,这次推出的是五个人份的有机面 是潮州南瓜面 那青安村这次推出的有两种不同的酱料 一个是芝麻酱 还有一个这个是味噌汤 也是有味噌的味道 那么现在呢,就开始品尝一下了 好,那现在呢,我要开始品尝了 那我先要放两种不同的调味料进去 那你看到很简单吗?其实是很大的不同 因为这个调味料的芝麻酱 它是用钙鼻子 还有鼻子的足眼推搭时的非常健康 那这个呢,是有味噌 味噌和足眼推搭的两种都是非常健康的调味料 所以现在我先放进去了 啊,味噌 我喜欢这个热粉的味噌味道 那这个食物呢,已经有一种香味跑出来了 然后呢,我再放一下叫芝麻酱 好,现在呢,我们的汤汁呢 所以呢,我先放比较难煮的 这是食物蛋白丸 我先放一下 让它煮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放一下这个芝麻酱 然后呢,我们就放一下这个芝麻酱 这个芝麻酱是正好些 非常丰富的蛋白 就用芝麻酱去 在家里的话,在新年的时候 一点和朋友在一起 一点吃吃火锅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一年啊,就是新鸡课 我也是食物蛋白丸 在家里吃食物蛋白丸 我先拿一下 嗯,我先聞到这个味噌的香味 嗯,芝麻呢 也是有香味 所以我现在把我们蛋白丸糊放进去 很酱酱酱酱酱 嗯,我先让豆腐放 有鸡酱酱酱酱 一样豆腐 嗯,我先让豆腐放 嗯,然后我先让豆腐放进去 那我來試試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就像是一樣的 我再把自己上的那個芝麻醬啊 就放在這個碗裡面了 然後我試試看那個碗 天生的這個食料啊 把我拒絕的那個豆腐啊 都感覺上非常新鮮 用自己有氣的 是因為那個豆腐的那個味道 嗯 味道不很好 那我再試試看自己有其他碗 試試看 蝦 這個有其他碗的蝦 我喜歡吃它的豆腐 我們現在就把我們的餃子裡放進去 就要跟餃子 那這次的 現在是推出的行列的餃子 也有像那個 追溯扣的時候 不然會不會 這餃子呢 其實這個樹式餃子 也是很簡單 所以我覺得 餃子看一點 然後 放了餃子 以後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放一點蔬菜 因為這個是現菜 如果你喜歡這個西米的話 可以多放一點 放一點蔬菜 蔬菜 有些都是清安蔥自己的菜園 這裡的蔬菜 那麼這次的清安蔥呢 還有這個五人份的 這個是素食麵 它是金瓜素食麵 我們可以試試看 金瓜素食麵 還有呢 清安蔥有給豆幾支 還有紅棗 你都可以放進去 這個可能我放晚了 所以在前面的時候 你就應該放進去紅棗 讓它 紅棗 對不對 讓它甜甜的 我們新年 紅棗也是很關鍵的 因為就是 老生櫃子 紅棗 開開心心 也是有營養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份量 已經足夠 很足夠了 因為它都很多 這個餃子呢 有三盒 然後麵呢 它是有雞蛋包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這個紫菜 就是料還是蠻多的 我覺得 素食是很快就煮好的 我覺得 因為它都是很容易熟的 我喝喝它的湯 味噌湯 味噌湯 這味噌湯真的是很好喝的味噌 很入味 這個味噌湯很入味 我觉得在新年的时候呢 吃一点素食的火锅 那我们的就是肚子没有那么过的负担 我觉得也是很好 所以大家呢记得哦 在新年的时候呢 来到青安村跟青安村来预定火锅 那你知道这个火锅多少钱呢 你一定猜不到的 它的火锅才88块 这么多的料才88块 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 赶紧吧 赶紧来青安村 来订这个素食火锅